台湾雾名长老专修大卑咒不可思议圣经 作者 徐岳美 修持大卑咒之感应 雾名长老是民国前一年转世人间 今年九十岁高龄 在台湾的佛教界辈分可算是第一的了 雾老十五岁时有一次在四里晒经 烈日之下 在一箱箱堆积如山的经书中 很无心的雾老东翻西找 小孩子们 好玩 看看经书中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这番就翻到了一本《大卑颤》 而《大卑颤》的颤文一开始便印着观世音菩萨的十大愿文 也不知为什么 这观音菩萨的十大愿力 莫名的吸引着年少时的悟老 于是悟老心血来潮 便拿着大卑颤向能静师父请义 经过师父的讲解 从此以后在悟老年幼的心灵深处 便对观世音菩萨生起清净的信心 并与佛前发下大愿 世尊啊 若诸众生 诵持大卑咒 耳朵恶道者 我是不成正觉 诵持大卑咒 若不生诸佛国者 我是不成正觉 诵大卑神咒者 若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 我是不成正觉 从那时起 虽然还是混合着迷信与哲理的十五岁 至灵沙迷生活 悟老朝夕都不停地送念着大卑咒 从二十一遍至四十九遍逐一地增加 民国二十二年春 悟老升任刘云寺外赴寺职务 民国二十三年 悟老又被选为上海市佛教会监市 就在这一年夏天 大卑老法师在寺中讲金刚经 冬天时寺中也办了禅妻与佛妻之共修 就在这隆东的某一天夜晚 可能是悟老常年密持内修大卑咒及观音圣号之故 心诚而感动天地以及佛菩萨的画现 忽然之间 悟老听到寺中的观音殿有人高声喊着 文殊菩萨驾到 这时悟老赶紧从库房门内望外探个究竟 结果看见了白色彩衣的文殊菩萨来到了观音殿 而后又有普贤菩萨驾到 米勒菩萨驾到 还有虚空葬 大师至 长青 善才 以及地藏王菩萨 魏陀菩萨等 斗帅天及西方极乐世界的诸大菩萨都来到寺中的观音殿 从门往内看 整个观音殿坐得满满的 都是佛经中的许多大菩萨 而且这些大菩萨身高与我们差不多 但每位菩萨都是今生光芒 向好庄严 大约一个钟头后 观音大师一一在门口送别许多来自聚会的大菩萨 等观音大师送走最后一位菩萨后 悟老非见识地奔到观音大师面前 并很虔诚地向观音大师顶礼 悟老向菩萨说道 请菩萨度我 观音大师很慈悲地向悟老开始道 您从今以后好好的送念大悲咒就好了 话说至此 悟老豁然醒来 从那时起 我们的师公悟老更加的勇猛精进 一门深入 专修大悲咒及观音圣号 在台湾 悟老是最早推广大悲颤法的教内长者 而我们的导师圣吉师父以深感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闻声救苦之伟大精神 传承了其恩师悟老的那份专一精进与深入 所以禅门东区道场在圣吉法师引领下 以大悲颤来广立末法时代的佛弟子既有缘人 徐老师与我们这些菩萨事业的工作人员 实在很佩服悟老 他这一生奉持观世音菩萨的主妇而老实修行 一门深入 毫不投机取巧 相对于现代末法的众生 贪快 贪功德 贪着殊胜 心外求法 这边贯顶花万把元 那边又贯顶的 我们若能放下老实修佛 才是无上的福分及功德 不可思议的大悲神咒之加持 悟老在金刚经上面的功夫下得很深 虽然悟老是一门深入大悲观音法门的 但因受到禅宗灵迹传承的熏习 在修行方法及佛教思想上 还是以金刚般若智慧为主体 经允般若为诸佛之母 般若宗门也算是禅宗的主体 大约是民国四十七年 一九五八年农历年初七 因悟老自小就有过敏性鼻炎 尤其是冬天湿冷的天气 哇 那更是鼻色 头昏 眼花 可能是素食业障现前 无名长老这样自述 为了我的鼻子的病一直折磨我八个多月 抽农 挖血 照X光 使我整天如坐千球之中 读书不成 看清烦恼 每逢剧痛时便忍住一切 猛力念大悲咒 这种病在中国北方称之为脑漏 得了它是无法医治的 为了这病看遍了所有台北的儿鼻喉科医师 依然治不好 后来陈居士介绍了留学德国的博士医师 也是一样的治不好 后来又找了北市林仪街的许医师 为我开了两次刀 事实上还是无效 而另一位熟识的林老医师博士也说 因为我有过敏性鼻炎 开刀会引起大出血 所以不能开刀 这时 无老 自私为之 自出家来广大灵感的大悲咒 都能为别人治好这么多疾病 而我自己若把全部精神放在大悲咒的颂治上 难道不能治好自己的病吗 于是无老便从该年的五月份起 勇猛精进闭关修持大悲咒 刚开始无老每天送念大悲咒一百遍 并且逐日增加 到了五月八日 当天送吃了三百七十遍大悲咒 晚上临睡前 如道忍者的镇边 忽然出现了一条三尺长的黑色毒池 当时佛寺内大街便轰动起来 而无老闻讯后已赶来如道忍者的房内 这时无老双手和掌向蛇说 自今日使望你放弃称性 苦海绝迷 归于佛陀 不得地狱 归于法法 不得恶鬼 归于僧前 不得畜生 去吧 此时无老用蛇钩将蛇送出寺外 回寺后 看到大家惊慌的不敢睡 于是无老向大众说 各位安心睡吧 蛇不会回来了 果然那条蛇就不再出现了 在无老持送大伪咒疗养期间 鼻子还是经常流血流浓 但是当时无老始终抱着一条信念 除了大伪咒外 不再存唯物时的幻想 在这次精进修持的日子中 无老便专心的送大伪咒 念观音圣号及拜观音颤等 就这样老老实实的如法修持 到了七月份的某一天 无老清晨四点就一起身 念大伪咒持净水一杯 洗疗鼻腔 下午又念大伪咒一百二十遍 到了深夜 无老为表明 依靠佛力治疗自己 素疾鼻病的决心 乃于佛前发愿到 菩萨 弟子仁仁仁仁恩平生持大悲神咒三十年为别人治病 均蒙佛力加倍 因此 弟子事发大愿 自农历七月一日起 四十九天内起七念咒 不于不下山 请诸菩萨慈悲哀悯 这时无老接连至再次闭关经济 接下来在这精进佛期的四十九天中 无老更是更加用功的密行持咒 直持圣号 静坐 正思维 祈祷 发愿等等 到了三期的第五天 这时无老已经是每日持大悲咒 六百遍 圣号三千 施工 与这二十多天静坐吃肉 以感觉如生在佛的光辉中 身心均化安泰 到了四期时 中午坐香吃肉 静急 忽然身心 聚明 与禅定中建议小孩 白胖可爱 留螺旋发 笑容可居 但无老还是 视若无睹 佛来佛斩 磨来 斩磨 不会境界所谜 仍持咒不断 不知不觉 已达每日持咒九百遍了 与这佛期中有一天清晨 悟老爸大悲咒吃完 绕念 观音菩萨圣号 心中默想 鼻腔中 不知还有没有素页 尚未清除 如果我的病报已满 猪业帐快出来吧 思维片刻后 鼻腔内果然有一种东西 塞着要挤出来似的感觉 接着便连打了两个喷嚏 咳出了两块晦物 此时身心顿感愉快 几年来的头痛素迹 也刹那消失了 施工并在第二支箱的静坐时 悟我顿然两空 只听见圣号 如玉盘走珠 秘秘绵绵 心中清凉安乐 无老自述道 这真是佛力加倍的功德 世间有不一而喻的病吗 真是佛力加持不可思议 到了五七时 无老已是日诵大悲咒八九百遍 而于夜晚入眠前的跑箱时 总是满是其香 充满且长达二分钟之久 七哉七哉 到了五七圆满时 已是每日持大悲咒一千遍了 而各种因诚心的如法修持 所产生的圣经和殊胜之现象极多 但身为林济宗的弟子 平常心看待之不娶不舍 后来 悟名长老自述道 我所说的亲艳的几个境界 无心炫耀自己的成就 一个行者 任何境界现前都不能说以此为满足 并以此 煽惑他人 但做一个佛弟子 对自己的境界记下来 去表达佛陀的真理 只要你认为正和其实 不忘不夸 透露点消息 与这缩破世界多少也有点清凉作用 1999年12月5日 三宝弟子徐岳梅 敬笔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